中日新闻将随时带您回新加坡的现场 而我们也观察到马总统搭乘专机往返马锡惠 空军的四架换向2000战机也随即编队飞行来护航 一路护送专机到东沙岛海域的航空识别区 连国际媒体都从专机上进入下这难能可贵的景象 破小时分日出从中央山脉的云海间升起 马锡惠总统专机一路从中央山脉西侧向南飞行 空军幻象2000战机已编队飞行稳稳飞在专机左侧 距离近道连飞行员的一举一动都能清楚看见 空军499连队四架幻象2000单纲这一次的护航任务 每架战机都携带两具富游箱增加最大航程 另外每架幻象都装备空游武装 包含两枚射程长达80公里的云母空对空飞弹 以及两枚魔法二型红外线飞弹 随时应付专机周围各种状况 事实上这一次出访空军不止扮飞护航任务 在专机起飞之前5点40分幻象分队就已经从新竹升空 6点整专机起飞同时 一兔开预警机也从屏东升空担任南海耳目 7点10分专机抵达我国的航空识别区 幻象分队任务完成折返 不过这时空中还有台南443连队的IDM战机 在我国防空识别区内进行掩护机 三军统帅历史型会面捍卫主权尊严 空军维护制空权当然也没有退让余地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